两岁多的五小妹妹发展迟缓 动作表现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裸小妹妹 语言输入刺激 既理解力不够 为腹部针对三岁以下幼儿 推行专责医师制度 及早提供良好照顾 到两岁都还不会讲话的 可能到了一岁都还只能腹部前进的 这些都是透过我们及早的转接 让他们进入早疗系统 进去做复健 隔代教养的部分 我们也尽力就是在把教育的对象 能够改成是像一些祖父母 可能是家庭的另外的成员 一起照顾的这个对象 我们再去做一些 卫教的一个内容的一些改变 在幼儿专责照护的过程中 医师更发现而虐案件发生 因为我们做幼儿专责管理 有做资料交换 我们看到伤口就知道 这不是一般的烫伤伤口 因此我们做了完整的个案管理 跟通报之后 检察官知道他们按照指示 去领口的儿少保中心 所以就要求他再次就医 2022年13.8万名新生儿 再创历史新低 每一个小孩的身心健康 相当重要 卫福部全面推广 幼儿专责医师制度 到全国22县市 我觉得好像不好意思问 医师很忙 下一个病人又在旁边 那我们透过幼儿专责医师的时候 把时间拉长 这个医师其实就是照顾你的 专责医师从孩子一出生 就成为新手父母的好帮手 减缓照顾压力 更希望预防儿童悲剧 大约新闻财品登映中 台北报道 7000